大家好 我是蕭夷 但是想不到 几十岁人是会来玩爆盒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最近的小朋友开始玩Pokemon卡 放心不是太沉迷的 只是喜欢或者有时候当墨书测验的礼物 因为我想他不要不求甚解 只是拿着卡不知道是什么 因为这张卡其实是有得玩的 变成我自己又要去理解一下怎么玩 然后变成我就下坑了 好像上年那样 他说圣诞礼物要扭计息 所以我就要学了扭计息怎么玩 才敢教他 所以我现在呢 Pokemon卡又要学了 学了又发觉自己有点喜欢 又被欺比读了一份 这次就抽这个叫做暗炎支配者 抽一盒者不是很多 一盒里面有三十包 我自己的target 当然是想抽到这个噴火龙的EX 有三张的 市价来说最便宜的那张大概是200多元 如果就这么买 有张200多元 然后有一张六七八元 有一张接近一千元 讲讲这包东西的价钱 里面有三十包 每包就是12元 这里就是360元 如果我抽到200多元那张 就接近回本 抽到六七八元那张 就赚了 如果抽到 九百一千元那张 就即是我人品好了 那就费费了 今天就用一盒卡 就看看 我的人品 究竟行不行 其实这盒东西 我就在楼下 我家里面有一家叫奇翠 即是家长的地狱 小朋友的天堂 我在那里买的 因为本身 希比就叫我去Donky 买都可以 因为Donky 都是12元一包 那现在来开始 我知道过程会有点闷 所以我们中间那些是会快镜的 诶 有张大比尿EX OK 抽到EX 都是一个好笑头来的 没有的 但是有小火龙 那我把这个小火龙拿出来 迎接这个喷火龙的进阶 兵砌我EX 又有一张EX 也好 又有一张EX 风女王 EX 喂Q啦 你以前抽卡是怎样抽的 是不是差不多个个都有EX 火恐龙 你觉得我 人品怎样 我现在拿一盒卡来试自己的人品 Pokemon卡的闪出的是多少 闪是出得多的 但是我的小朋友看到EX 他已经很开心了 那就够了 我刚才抽到出来的EX 已经够他们可以抹几次输 我现在在想如果我这包没有呢 就是以我的性格 我是不是会跑去再爆呢 以你的性格是会的 不会的 我现在说我不爆 我不爆啊 喂 咦 连做两包都一张闪都没有 你刚刚是不是说测试自己的人品 是啊 刚刚说测试自己的人品 看来没什么人品 蛤 不是 我是要测试我的人品有多坏 哈哈哈 喂 真的哦 为什么呢 为什么初头那么好 现在突然间会这样的 一开始有很多EX 喂 就是是不是告诉大家 其实一盒打开 原来面那些会比较劲一点 不一定的 是你刚刚而已 是我刚刚刚而已 咦 又有一张EX 喂 暂时的EX 没撞过 没试过相同 喂 不断给一只噴火龙来啊 是啊 随便一只啊 给我一些交代啊 咦 有一只大腿鸟EX 是不是刚才出现过 大腿鸟EX 咦 不同样的哦 两只大腿鸟EX 我现在开始在想 是不是要去买多一盒 不会的 我觉得 我会抽到的 你留下一包 一天都不开它 那你就有个希望 哈哈哈 那你就会觉得一盒 怎样都是值了 那一包就是有噴火龙 是啊 好了 开始见底了 剩下五包 是啊 即是月中间和月底是没有的 我初头是细如破竹的 包包都有 初头 喂呀 喂 普通噴火龙都没有 是不是闪 是巨钳螂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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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包了 連普通都没有 没有啊 没有啊 如果普通的噴火龙都没有 那是不是 呼籲大家 喂不要抽了 呼籲你不要再买了 大家不要再抽了 没有的 没有的 好 抽完了 好 多谢各位的收看 是没有你想要的卡 是完全没有 好 屎姆可以骂他 不是完全没有 大腿尿都漂亮 但是问题 暗炎的支配者 是要抽噴火龙的嘛 那你一只噴火龙都没有 就让小火龙和火恐龙我做什么 就这样的小火龙和火恐龙 好了 唉 都是不适合抽的了 我们明天再抽吧 好 支持 拜拜 拜拜